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视障朋友行动不便 出门都成问题 有小六学生就发明导盲鞋 让盲人的行动更安全 这项发明栽下去年 是借青少发明奖金牌 回想当初的灵感来源 同学们说 其实是来自视障歌手肖黄旗 戴着招牌墨镜 身穿白色外套 视障歌手肖黄旗帅气开唱 但因为看不见的缘故 在舞台上总是无法随性走动跑跳 有小粉丝临机一动 发明了一双导盲鞋 遇到前方障碍 鞋子自动发出鸣叫 看似普通的布鞋 鞋间其实装了一个红外线感应器 能感测距离两公尺内的障碍物 发明这双导盲鞋的 竟然只是两个小六同学 就连发电装置都想得很周到 本来我们使用的是 那个水银电池 但是它也是对地球不环保 对身体有害 而且比我们现在使用的锂电池贵 所以我们就改用锂电池 不需用手翻谱 谱加上的谱 就能随意上下转动 这个特殊谱架靠的是脚踩踏板 让演奏拉走乐器 双手不用盲成一团 在练琴的时候 每次都要自己翻谱很麻烦 然后就是翻谱有时候翻太多页 所以就会不知道自己拉到哪里去 特殊发明还包括这支麦克风 连上小时钟 内藏简报笔 还有录音功能 让演讲者更轻松 另外这支多功能拐杖 除了有LED照明 还能听MP3 这些全都是国内青少年的发明结晶 去年的世界青少年发明奖 台湾风光摘下八金十银六桶的成绩 堪称参赛八国之冠 也让国际看见台湾学子们的创意潜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